罗马书,所以请你跟我翻到罗马书第四章 我们才开始这个经文,我们先复习一下 我们已经几个礼拜没有看 就是罗马书的大题目,它的主题就是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神的公义都是显出来在他拯救人的方式里面 而这个特别在这个书的前面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性称义的道理 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十九节 我们就已经有看到就是罪的问题 就是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世人都在神面前是有失败了 是有罪了,是反叛他的 而都在他的审判,他的愤怒之下 结果就是因为世人或者是外邦人 或者是犹太人都一样是有罪的 结果神有一个方法可以拯救所有的人 就是接着相信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开始 我们就看到这个因性称义 这是罪的答案 我们在第四章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当作旧约的一个例子 为了因性称义 所以因性称义不是新约所发明的一个道理 这个是神原来都是对待人的方式 人需要借着信心来得到被神所称为义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自己都没有任何什么义处 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们都达不到神荣耀的标准 结果神的方法就是当我们来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 在福音里面的这个拯救人的方法来动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 我们都可以被他称为义而站立在他面前 所以我们上次在四章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就看到有亚伯拉罕的例子是如何 我们看到是从周约的那个经文 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因性被神称为义 我们也看到大卫也是知识 在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一节 他也是承认神是算人有义 是因着他们的信心而非因他们信律法的原因 所以他就在第九节他说到 这个得赦免罪被神称为义的福分 不是因为人是受割离而得到的 我们看到那个犹太人他们感觉到 因受割离他们与神的特别的关系就建立神不为审判 可是这个不能让他们夺避神的审判 所以他是说到亚伯拉罕什么时候 受割离 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称为义 就是他被称为义是在受割离之前 所以在时间的进行里面 我们看到神已经有称他为义 就是接纳他是因着他的信心而赦免他的罪 而以后他是受这个割离 当作他的这个被神称为义的一个凭据跟记号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第13节开始 我们要继续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方样 我们一起看从13节请你们听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旅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于旅法的人才得为后司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旅法是诺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旅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司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照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 不但归给那属乎旅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恋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今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一死 撒拉的声誉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 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的算为一只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使我们得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教我们称义 我们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是拆派圣灵到我们的心 使我们做儿女的这个灵 为我们帮助祷告 可以求阿爸父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 为你的儿女 就是求你 可以借着圣灵 展开我们的心眼 帮助我们能够了解 很清楚这个因性称义的道理 就是从亚伯拉罕的邦样 可以学习到他的信心如何 而自己也因相信你的应许 得称为义 得称为后思 也可以被你越纳 我们求你是奉靠 耶稣的名求 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特别看到 神是称亚伯拉罕为义 是因着他相信神的应许 这个就是继续 从周约的这个方样 从周约的这个例子 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 可以明白这个因性称义的道理 就是神永远所用的一个拯救人的方法 我们就需要了解很清楚 因为这是我们世人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欲望 我们就不希望 不喜欢来依靠别人来帮助我们得到益处 我们都想要夸张自己 我是因为行这个 我是因为这个典礼 我是因为有这个身份 神就必须约纳我 我们就可以夸张我们自己的一些益处 可是我们看在福音里面 神是把我们的这些益处都除外 我们都需要空手来到他面前 从他接着恩典来接受 他的赦免罪 接受他来约纳我们 是使我们变成他儿女的这个特别的名分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也是亚伯拉罕来到神面前的方法 特别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主要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应许 应许本字 你可以看第十三节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 我们也可以看那个第十四节 应许也就废弃了 我们总共有在这个经文四次有这个应许出现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神应许当一个动词 也是另外一次来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就当作这个经文的一个主题 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对象 就是神自己所说的应许 是亚伯拉罕所相信的 这是因为很多人他们会错过什么是信心 很多人感觉到信心就是 我有一种的坚持我的一个定义 要接受什么为真 所以有很多人他们会说 我若是相信 你只要相信这个样子 你可以使你自己的未来成真 有没有听人这样说了 你只要相信 可以使你自己的未来成真 我可以说这个不是信心 因为这种的一个信心 是一个虚空的信心 你要了解 这个说到有一个事情是 应许变虚空 或者信心变虚空 就是律法 我们也需要了解 这种的一个 自己所建立 要接受为真的一个事情 是一个虚空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 有一个可靠的对象 而我们的信心的 的益处 只有不是在我们的信心是多大 是在我们所相信的他人 是多少可靠 这个是很重要要分辨的 因为若是 那个我们所相信的是不可靠 我们的信心 就是虚空的信心 所以信心不是在一个主观方面 有什么益处 信心只有在一个客观 他人的可靠 他才是有效 而有用 所以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所相信的 就是神的应许 还是有相信神自己 是可靠的 而会承 会承诺 他所应许的这个话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个看到 你要相信神的应许 是按照亚伯拉罕的模样 你要相信神的应许 是按照亚伯拉罕的模样 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有三个原因 你为什么要这样 效法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 我们第一个就是在 十三到十七节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是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 不是凭着行律法而得的一个结果 你看十三节说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应律法 不是应律法 这是因为我们要记得 那个亚伯拉罕 他不是因为行律法 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 要给他的这些事情 在时间上我们了解 那个律法是亚伯拉罕之后 四百多年 这是加拉太书 所提醒我们的一个事实 可是在这里他强调的不是这个时间的这个进行 因为犹太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犹太人是说 那个亚伯拉罕在那个 这个律法未报告之前 他是完全守神的律法而皆次神就接受他 在这里 保罗就是证明出来这个不对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行什么 未报告出来的这个规条 不是因为他是顺服神的什么 神才接受他 神为什么接纳他 神为什么应许要给他的这些福分 不是因为他行律法 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就看在这里 在第十三节 我们看到这个神应许的本质 也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神应许的本质 就是凭着信心而得的一个事情 而不是凭着顺服而得的一个事情 不是凭着信律法而得的一个事情 在就是长治里面 我们也了解这个不同 若是有人应许要给你做一个事情 或者要给你一个东西 他们若是说我要给你 你不是要说 我必须为你做什么 我们就了解 若是他们没有给我们什么条件 他们就是给我们说 我要为你做这个 我们就会期待 这个是免费的 不是因为我所做的 若是有报纸上有报告一个答折 就是你去什么地方 他们会免费送你一个礼物 这是常常我们遇到的一个事情 你若是到我们的商店 我们就在门口就给你一个礼物 就是因为来到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店 可是你若是来到要进门的时候 他说好 这是要给我五百块 你说哎 可是不是在报纸里面 报告说是来免费的一个门礼 我们就会很惊讶 也会很生气 是因为他们应许要给你一个免费的东西 我们不是期待 我们自己必须做什么才得到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 神原来是应许亚伯拉罕一些事情 而亚伯拉罕所受的这个应许 你记得我们说到有三个大部分 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土地 应许要给他一个后裔 而应许要给他一个福气 我们看到这三个都是神说 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事情 可是这个不是神说 哦你若是完全顺服 我才给你 我们看到这个神原来是按照 他自己担任的一个方向 来赐给亚伯拉罕 而说出来的一个应许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 这个神应许的本质就证明 亚伯拉罕不是因行律法而得的义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十四节 对不起 你也可以看在那个十三节 在那个十三节我们也看到 不只是这个接受的方法 我们也看到那个受应许的人是谁 这个说是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这个是强调是两个部分 在一方面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 可是在第二方面 我们看到在周约的那些应许 有在创世纪十二章 一直到十八章 在这些经文里面还有多几次 神是强调 这不只是给你的一个应许 这也是给你的后裔 所以神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个后裔是谁 在加勒太书里面 保罗是强调 神至尊的一个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可是在这里他不是指着耶稣而说的 在这里这个后裔是一个集合词 是来代表很多人 是代表亚伯拉罕要生很多的后代 可是也是在第二方面 这也是代表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后代 这个属灵的后代就是代表有很多人要因亚伯拉罕的缘故 有多国要得福 有多人世上的所有的人都要得福 我们看到这个是代表将来消化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人 也是变成这个后司的一个身份 而可以得称受像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应许 所以这是代表我们相信神的人在新月的时代 我们是因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也是变成神的后裔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许也是跟我们有关 但我们了解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有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一些条件 神不是应许我们要得那个加难地 神不是应许我们就是变成亚伯拉罕这个肉体的一些儿女 可是在这里我们看神应许的这个本质 就是对所有相信的人可以得的一个应许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许的内容 就是要承受得承受世界 这个有一点奇怪 我们很惊讶听到亚伯拉罕这样说明 听保罗这样说明像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 我们若是查那个创世纪里面 我们查不出来什么地方 是用这个说法说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承受全世界 我们听到他的后裔要承受加难地 可是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是应信要得的一个应许 不是限制到这个世上的一个的一个益处 我们也发现因为神的应许都集中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人类是因为我们得罪神 我们是失去神给我们 可以当作这个世界的一个管家 我们都是原来神是交托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给人类 可是亚当得罪神 这个权柄都是被魔鬼夺取了 可是在耶稣基督里 耶稣就是拯救我们 是败坏魔鬼的工作 也是完成神救赎的计划 而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得了这个管理控制这个世界的权柄 而耶稣那个弥赛亚要管理政治这个全世界的一个神国 而因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也会与他同志 我们就是要与他同得这个政治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 神的应许的这个本质 就是来证明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不是凭着律法 你可以看十四集就提到 另外一个凭据就是律法的效果 律法的效果 所以他在十三节 他说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对不起我看错了 第四章 第十四节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厚思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懦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律法的效果就是我们看第一方面 人若是凭着律法 要站立在神面前 这个结果就是使信心变成虚空 这也是说到人没办法 同时 试试凭着信心 而凭着行为 都接近神 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选一个 因为我们若是行律法 这个就是飞掉 信心是没有效 而是没有用 它就变成虚空 而且这也说那个应许 也是变成无用的 为什么变成无用的 若是人行律法 我们就知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结果就是律法都会定我们是有罪的 结果我们都是收到神定我们有罪 我们在他的愤怒之下 我们就没办法可以承受他所允许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 我要不要相信神的应许 就可以变成后世得承受这个产业 或者我要实施行律法 而结果就是我在神的愤怒之下 所以他就继续说到 所以他就继续说到 离法就是懦动愤怒的 这是因为我们都有罪 结果离法的结果在人的生命 就是神向他们所发的这个怒气 是因为他们的罪 而且他就继续说到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这个过犯不是跟犯罪一个同义词 它是可以分辨 它是有另外的一个强调 在这里这个说的这个过犯是代表 有一个肯定客观明显的一个条例 世人是越过他而变成一个错过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在没有律法之前还有罪 亚当得罪神 而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摩西 还有罪在世上 可是神赐下那个律法的结果 就是让人的这个罪恶的心 更深来明显表出来 因为有这些客观的一些条件 有这些明显的一些规矩 一些命令 人在错过这些诫命 他们的罪恶更深来显出来 为一个罪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犹太人 他们是依靠律法感觉 这个可以帮他们承受神所应许 亚伯拉罕的 可是事实上 那个律法的结果就是 让他们的状况更糟糕 让他们被更深嫌出来 为有罪的 让他们的这个状况是更深 来受到神的愤怒 所以 所以律法的效果就可以证明出来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不是凭着行律法 乃是凭着因性成义 我们也可以看十六节 神为信性的目标如何 也是一种凭据 所以他说 所以人得为后思 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 定然归给一切后义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 亚伯拉罕之信的 我们看到第一个 信性的目标 就是要建立神的恩典 为原则 因为人需要 接着信心来接受神的应许 结果这个明显 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个益处 就是强调 我们从神得到什么 都是神的恩典 才赐给我们的一个益处 我们就是夸奖神的恩典 不是他必须来拯救我们 不是他必须来赐给我们什么益处 确实是因为他的爱 他的恩典 他就是接着这个信心的方式 就给我们 这个益处 所以我们看到他一方面是建立神的恩典 而第二个就是要肯定神的应许 若是我们是凭着什么行为 才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 事实上没有任何什么人 可以受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若是要肯定神的应许 我们是要凭着信心 而接近神 而相信 所以我们就看到 要效法亚伯拉罕的这个 相信神的应许 是因为 不是凭着律法 我们看第二个 神是亚伯拉罕称为 一是因他相信 他的应许 这是十七节 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恋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 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今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们在这里 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看到是强调 亚伯拉罕的信心 是怎么样的信心 在前面的我们看是强调 神的应许是怎么样的应许 可是在这里 我们需要了解 神是用什么方法 让亚伯拉罕承受这个应许 承受这个产业 是因他自己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就是需要看到 这个再一次强调 这个后世是谁 不知是那些 在那个十六节 不但归给那属乎旅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心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因为神的应许 是赐给相信的人 那个结果就是 或者是犹太人 他们是来到主面前 相信神的应许 或者是我们外邦人 我们也是消化亚伯拉罕的信心 来到主面前 我们都可以被称为神的厚私 而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这个产业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如何 我们第一个看到 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个 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对象 就是神自己 所以 就是十七节说的 是叫死人复活 是无恋为由的神 这个意思是强调 神是怎么样的神 是亚伯拉罕才相信他 亚伯拉罕是了解神 是一个是死人可以活过来的神 我们等一下 我们会多次来看到这个题目 我们看到就是以后 亚伯拉罕自己的身体 是相思的身体 神就让他借着信心可以生 亚伯拉罕的这个身体 也是变老 不能生育 可是神让他就是可以活过来 身体可以生育 我们看到这个也是 在耶稣基督死后来复活 是神使他复活 是我们也是要相信 神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 的一个大能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 就是有一个绝对的对象 他是相信神是超自然 能够使死人活过来的神 这个也是强调 神是那个能够 接着他的言语能护照 而让那些无有的东西 就变成有的东西 在创世纪里面 神说就有了 在新约里面 保罗也是强调 我们是靠着神的护照 神是来我们 叫我们来到主面前 而相信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有神所得 重新来创造新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的信心 有一个绝对的对象 他是相信有一个超自然 能够使人活过来的神 的一个信心 我们看到 他的信心有一个 有一个好的期待 我们看十八节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两个闲前的 这个字句 就是无可指望的时候 他才是有信 因信有指望 我们看到 两次用这个指望 就是代表 亚伯拉罕的一个盼望 就是说到 这个是说一个 一个冲突的一个说法 一个矛盾的一个说法 他是说在一方面 亚伯拉罕是 虽然没有指望 他还是保持 有一个指望来相信神 所以在第一个是说到 他从人的观点 没有什么一个盼望 为什么 因为他是 已经在年老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翻到 这个创世纪 创世纪第十七章 我们看第四节 创世纪第十七章 第四节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在这里这是 亚伯拉罕已经是九十九岁 他是没有可能会生一个孩子 你要知道他已经 好多好多几年 与他的妻子撒拉同住 没有生 撒拉自己也是 他是不能生育的 所以就是在任何什么人类的一个想法里面 都不可能 他有什么指望 可以生一个小孩子 所以就是在人的观点来看 他是没有指望的 可是亚伯拉罕还是相信 他为什么还有相信 因为他有另外一种的指望 不是凭着言见 不是凭着人的一个智慧来相信 他的指望都是凭着神的一个指望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指望是离开 他自己也能见的一个结果 他是相信一个 非常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事情 才对 所以就是因此 他就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被称为多国的父 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的信心 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评判 我们看这个十九节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一死 撒拉的生意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 还是不软弱的 你要注意到这个字 就是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这个想到 就是在原文里面 是代表一个考虑 一个深深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是说到亚伯拉罕 他是很清楚的来考虑到 他自己的身体是死的 就是对于这个生孩子的一个质望 他是身体是死的 他也是很清清楚楚的来算一下 也知道 撒拉的身体 已经是断绝那个生意的时间 就不可能 他可以自己生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离开 尝试的一个信心 有一些人说 信心就是在空室要跳下去 就是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你就是要来相信而跳去 这个不是信心 信心是很清楚的肯定 来算一下这个可能性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感觉 哦还有小的可能 我们英文成语说 Hope springs eternal 这个意思是 指望会永远涌出来 在人的心里面 就是有小小的一个指望 人还会保持一个指望 可是我们不是提到这种的一个指望 我们是提到人是客观来算一下 而知道这个是不能在天然 在人间里面 我们这是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可是我还是相信 而这个相信不是因为 人是离开他们离性的一个想法 是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算法 他们是算神 我们这个世界 他们不会算神 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们是算在他们眼前 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 可是亚伯拉罕 他是算这个世界上的可能 他就还是相信 因为这是神自己给他的一个应许 他是算神 神是可靠的神 而他就是从这个算来 也是还坚持他的信心 而在他的信心上也不软弱 我们就看到 胜过两个拦阻他信心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的身体的死亡 还有萨拉的这个身体的死亡 可是他还是相信 就在第二十节我们看 他信心的这个功用 就是他说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 对不起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其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 第一个就是 他是信心 信心很强壮的 我们是以亚伯拉罕 为我们信心之福 当然他的信心是很强壮 可以效法的一个信心 可是这个不是说 他是离开我们人类的一种信心 他不是一个超级人 他也是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一个人 可是他是在他的信心上来强壮 他的信心怎么这样是能够强壮呢 就是因为他会常用他的信心 而在他的这个运动 他的信心的时候 就变成强壮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若是有基督徒 他们不常用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就变成软弱 就是像你若没有运动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也会变成软弱的 你若是有生病 躺过在窗上很久 你的肌肉就变成软弱 你就不能起床 你需要慢慢渐渐来运动 来复健你才可以身体的那个体力 我们信心也是一样 我们若是常用信心来行事 来过生活 我们的信心也可以像亚伯拉罕 也可以成强壮的一个信心 而且这也是说到 他是荣耀归给神 这是信心的一个结果 真实的信心不是夸奖我自己 都是夸奖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可靠的 当我们是以神可靠 这个是归荣耀给他 可是当我们是不相信神 我们是羞辱他 我们是好像是不归荣耀给他 因为我们是以他为不忠诚 不可靠的神的一个态度 所以亚伯拉罕是完全被戳付 就是21节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他信心的对象就是神自己 是死人活过来的神 他的信心有绝对的一个指望 就是他的指望不是在所看的 是在神自己 他也有一个理性的一个评判 就是他考虑到这些拦阻他的一些事情 还是相信神 而他有一个功效 在他信心很强装 来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也看到 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个结果 就是在那个22节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创世纪15章第6节说 亚伯拉罕信神 神就算为他的义 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不是一个虚空的信心 这是亚伯拉罕是接受神所说的应许 而相信神为可靠 而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这个应许 神就算为他的义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在23节 因亚伯拉罕当作我们的邦样 我们也要效法他来因信成义 在23节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的算为义之人写的 要了解这个将来不是代表我们是等候将来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说到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观点 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观点 神一个原因来算他为义 不只是为他的缘故 也是为我们现代的人的缘故 就是神也是看到将来要效法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人 也是算我们为亚伯拉罕的这个厚思 就是跟他一起同得这个基业的一个结果 所以神是这样算亚伯拉罕唯一的一个缘故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人 也可以因相信神的应许 被他称为义 所以在二十四节 也是我们将来的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我们成义 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因为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预备的这个救恩 我们也可以因相信神的应许得称为义 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基督是跟我们的信心很深有关的 我们像亚伯拉罕 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神 所以这个神是差派耶稣到这个世界来 而且是这个神是把耶稣交托为我们人的罪 所以这个说到是 是交给人 耶稣被交给人 这个 被动的一个动词 是代表这是神自己交托耶稣而出来的 可是这个不是强调 他是被交给人 这是代表他是被交出来 是因为代替我们罪人 而私下的为一个祭物 这是代表神是自己给耶稣 为了要代替我们罪人受死 我们看比赛亚书 53章 比赛亚书53章是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 我们从这个 第十节看一下 比赛亚书53章第十节 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计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横通 他在这里是指着父神 他必看见自己老苦 对不起这是耶稣 那个弥赛亚 他必看见自己老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 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力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军分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 带求 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是强调 是父神 是把耶稣交出来 当作一个反击 所以我们就是来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被神称为义 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而且这个也提到 耶稣的这两个来给我们的益处在哪里 就是为我们的过 就是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这个意思是 因为代替我们罪人的这个罪恶 他是为我们的死亡 可是第二个也提到他的复活 复活是为我 是为交我们称义 这个不是说 耶稣复活 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称义的结果 这是一个凭据 这是说到 耶稣他被神 使他复活过来 我们是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 也是我们需要有这种的一个信心 才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因为这种的一个信心 我们就被神称为义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的复活是神跟我们的称义有关 耶稣复活就证明出来 神是接受 他所献上的生命 耶稣已经付清我们的罪债 结果他复活过来 就是证明 神就可以 可以接纳我们 所以我们是来相信 那是死人复活的神 相信耶稣复活 我们也可以被神称为义 那么 我们 就是在今天的世界 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也是当作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神应许要把世界给他的百姓 可是我们得到这个基业 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什么规矩 不是因为我们能活出来一个旅法 不是因为我们受什么典礼 不是因为我们加入什么教会 是我们先需要谦卑自己 承认在神面前有罪 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来相信神为我们 所预备的这个恩典 在耶稣里面 我们这样就可以被他称为义 没有什么犀利 可以使我们洗罪 只有靠着信心 就是我们向亚伯拉罕来相信 那个是死人复活的神 我们也需要相信神 就是能够赐给我们 所应许的这个新的生命 这个将来的产业 就是这个神是使耶稣复活 这种的一些事情是在我们 世上的尝试离开很远 我们没有经验到死人复活的事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另外一个算法 我们是看神可靠 或者不看他可靠 我们只有在这种的信心 亚伯拉罕有的这种的信心 才可以被神称为义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拆派耶稣基督 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 就付清我们的罪债 我们感谢你 第三天耶稣是复活 就证明 可以赐生命给所有相信你的人 我求你帮我们重新 愿意离弃悔改我们的罪 来到你面前相信你的应许 而被你称为义 若是今天还有人 心里疑惑不清楚 不了解 我求你 借着圣灵 可以打开他们的信念 帮他们 定睛 在耶稣的身上 而相信你神 也是赐生命的神 他们也可以因信成义 我们年完全认身 凤划 Kaiser 来愿意 在祢 做 乐 愿意 广港 公诚